书记上回 接说这一段离远演绎 上回书说到 有个叫平陵的孩子 跟方松陵方老板学系 方松陵一瞧这孩子挺聪明 可是呢 不努力 不肯真吃苦 拿他就当了少爷样子了 他家里头呢 倒是很富裕 学习的钱呢也不少给 这方老板呢 你既知道这孩子不好好想 那干脆你就别教了 不就完了吗 他不计 这老师啊行为也差点 他吃样子 黎元寒当时有的人呢 确实有这样的陋习 他教这徒弟呀真好 他吃他 为什么 徒弟教出来得指着他赚钱 拿这徒弟当摇钱术 这徒弟唱的不好 他也吃他 他家里有钱呢 你要不好好想我也不好好教 这还真对平陵的心气 他不用玩命啊 除了教学家呢 十不成的呀 方老板还跟平陵啊借点钱 还真不少借 一借叫三五十两 他有钱 那说三五十两不多呀 哦那您可错了 那过去一两银子买好多东西呢 为什么 买一烧银子才一个大子 那一两银子要换铜子 就换一吊钱呢 那得买多少烧饼 那三五十两啊 很能办点事了 说是借十几呢 不就跟徒弟要吗 就孝敬师傅了 平陵呢 倒不带不钱 只要您能陪着我玩就行 那么有这么句话呀 吃人去嘴短 拿人去手短呢 方老板吃了孩子 喝了孩子 拿了孩子的 除了对他不严格管教之外 可就捧他了 别人说的赛松龄啊 混责罢了 方松龄也这么说 哎呦这孩子呀 真好 有的地方现在呀 都得说超过我去了 我年轻的时候啊 也没有这么好的半性 这么一条好嗓子 这孩子呀 可惜 没下海 要是下了海呀 能想大名 这赛松龄可就传开了 平陵怎么样啊 有了点名了 就不甘心在票房上唱了 恨不得自己呢 找个大舞台 露露脸 方松龄原来呢 是三井班的呀 他就跟三井班的管事的赵德陆啊 提了 赵管事的 我这有个手板徒弟 叫平陵 现在在票房唱 对机会呀 您让孩子露一出 跟我学的呀 可是啊 不错 票友啊 在戏班啊 唱两出 红票戏 这个也是经常的事 您可听明白了 指着他卖票啊 不一定能卖满楼 那怎么办呢 他是自己花钱打票 然后送红票 反正场面也很火爆 但这不是啊 真正的票房价值 这个戏也经常唱 赵德陆呢 也不知道这平陵多的能耐啊 也不好意思得罪方老板 当时就这么一慢答应 好嘞 得罪方老板 您的徒弟那还错得了吗 但是这些日子呀 没有什么弹局戏 等回头啊 有合适的机会 我一定 反正少老板呢 来票一出来 到时候 还得您多帮忙 可千万别回我 那好 就这么办吧 可提过两回啊 赵德陆也真没给安排 但这事他可知道 哎 可巧 三井班这天 应了一出戏 人家点的什么呀 点这出探亲顶嘴 这探亲 就是咱们前文书交代过 刘感三最拿手的那出探亲家 这后边在顶嘴 刘感三呢 他扮一婆子乡下妈妈 这个婆子是丑爵英公 那边呢 那亲家呢 是淡爵英公 当初方老板这出戏 还很拿手 两个人呢 得顶嘴 投了这探亲家 现在演的多 为什么 刘感三 这真驴上台呀 这噱头别人没有啊 大伙都点这探亲 后边这顶嘴 反而啊 不怎么演了 人这回人点这戏呀 说这演全了 我没看过这后边 探亲顶嘴 练着一块眼 这个婆子呢 好吧 有刘感三呢 这不这弹角谁来呀 这本来方松龄拿手 但方松龄呢 说现代话退休了 也上岁数了 老不唱了 唱那一回呀 还是严四爷的面子 人家说死不出来了 严瞅这钱拿不下来 这出戏不敢应 赵德路还真有点抓虾 可人那头呢 还就非要点这出 赵德路连着说好几出啊 人都不听 就听这出 有人就提醒 您怎么拉 方松龄不来有徒弟 有塞松龄啊 哎呦 老龙正在沙滩 我一句话 点醒梦中人 赵德路连怎么对呀 这方松龄跟我提了好几回了 想让这徒弟露一出 可我就不知道 他唱的怎么样 得了 找方老板吧 跟方老板一说呀 有人点您这出探亲顶嘴跟流感三一块 您要是实在来不了 让您这徒弟来 您这徒弟 您手帮徒弟 这要是您拿手的肯定教过呀 按说方松龄应该拦 怎么 你自己教的徒弟 他什么水平 你不知道吗 但是咱说了 方松龄吃着孩子 喝着孩子 他为哄着孩子高兴 这孩子现在唬着心就想上台呀 而且唱就唱 老师拿手的 赛松龄吧 这主席都学过没有 学过 平龄不太辞实 嫩点 可是呢 也能胡了下来 方松龄一胡就可就应了 行了 赵管师的 我还得谢谢您 想这么孩子呢 这出戏呀 还真跟我小的 那行了 好嘞 那我可就应了 您应吧 我跟平龄说 敢方松龄 再跟平龄这么一说呀 喝 这孩子呀 六月三福 吃一口粮食子 打心里往外 那么粮吧 丝的 美吧 丝的 甜吧 丝的 那么痛快 定的哪天呢 定的八月初九 唱这出探亲顶嘴 这个事呢 成长庚可不知道 书中代言 成长庚虽然现在 接了三请班了 他是班主 但是后台管事的呀 还是赵德路 一般的事呢 都是赵德路定 尤其好活派戏 这都是赵德路的事 除了重要的事 跟成长庚请示 平常呢 基本就是他说了算 这不就定好了吗 八月初九平龄 上这出探亲 带顶嘴 跟刘感三搭戏 这一号活 刘感三心里 都可就不宣分了 刘感三一听谁呀 这要方松陵嘛 我没二话 我们也唱过这戏 徒弟 这徒弟没听说过呀 谁呀 平龄 还赛松陵 行吗 怎么找个小生花蛋子 跟我搭戏 票友啊 虽然说我刘感三 也是票友出身 但是我已然 红了多年了 怎么管事的 跟方松陵 你们这么草率呀 是不是 那行了 台上我瞧瞧 这孩子 撑连撑连吧 这刘感三台上 阴人哪 那是出了名了 大伙儿有名 被人心了话说 唱吧 平龄这孩子 这回呀 够喝一壶的 怎么 刘感三 台上去 就把你啃扒下 可这戏呀 定下来了 平龄呢 每天可就不应别的事了 天天在家呀 墨戏 准备这出 探亲丁嘴 这边家里的呢 来了一位客人 也是香白旗的 香白旗可是香白旗 平龄家里是汉军旗 这位呢 是满军旗 叫辣千 平老爷子一听辣千来了 自己的老朋友 这人可了不得 是个能人 能言善辩 可能说了 而且在官场当中啊 他这个拉签的 拉官签的 专门买官卖官 这小子呀 手眼通天 官司两面 黑白两道 脚面的水平汤 各个衙门 是拉门就近 大小衙门通吃 要不他也不能够买官卖官 拉官签 那可不容易 这辣签啊 娶了两房媳妇 天津一房 是北京一房 这些日子呢 正在北京 整赶上 过中秋 他呢 在北京这儿啊 有点为难 怎么呢 天津那媳妇看得紧 不给他钱 怕他给北京这房媳妇 北京这房的孩子花钱 姨子不给 可他到北京呢 过中秋节 他有点排场啊 他家里头也得过个节 像个样子呀 他就想起这老朋友啊 老平来了 特意呢 前来拜访 顺便呢 他想啊 告帮告帮 拆着俩钱 我最近呢 买卖呢 不顺手 没挣着钱 挣着钱呢 我回头再还给老平 俩人确实是老朋友 见面叙礼 这些个咱们也不必戏谈了 为什么 这奇人见面理大 我要给您说呀 说这么一回书也说不清 这辣签呢 可就跟平老爷子 没话搭了话 瞎搭个 哎 我平兄 大侄子 可是年纪不小了吧 哎呀 叫您说呢 二十一了 嘿 逆子啊 哎哎哎 这怎么话说的 哥哥 怎么会逆子 那孩子多好啊 啊 你不知道啊 他不走正道啊 怎么叫不走正道啊 放着书不好好念 成天去呀 涂腌着磨粉 是生管狄消 温了瓦 嘴了啦 然后一通的唱 天天气呀 都把我给气饱了 我呀连饭都吃不下 你说你唱啊 也不要紧他 你倒唱个男的 咱也不懂 他为什么还唱个女的 每天在家里头啊 比比画画 牛牛捏捏 捏着个嗓子呀 细声细语的唱 我听见我就生气 你说说他两句吧 你嫂子还呼着他 可是 兄弟这我跟你说 我跟前要有仨俩的 我也不跟他 治这口气 我知道啊 他死了 我没养活这么个儿子 也就完了 可是叫兄的你说 我跟前就这么一个儿子 你说将来 我可指望谁 哎哟 哎呀 大哥 您瞧瞧 我还真不知道 哦 感觉大侄子 好票戏 啊 什么票戏 那不就是胡闹吗 哎 您您您 这就赖您了 他既然不读书 那您不会 替他弄个功名吗 您给他弄个举人 不就得了吗 这辣签是干嘛 他是拉关签的 他一听 这钱我先别借 怎么 我就从他身上 捞一笔不就完了吗 您那给孩子 弄了一个好出身 他爱唱戏不唱戏 以后啊 您可就指上他了 举人还能弄啊 兄弟 咱哥俩这么多年 可不错 我还真不懂 举人怎么弄啊 那还怎么弄 拿钱弄啊 哥哥 说是运动 那不就拿钱买一样吗 买 这功名 还能拿钱买呀 嘿大哥 您怎么了 这些个年考试 哪有没有弊端的 跟您这么说 有功就有私 有私就有弊 考场里的猫腻啊 大了去了 还告诉您 眼不前这场的主考 就已然放出来了 正主考啊 是百尊百中等 副主考我也认识 是兵部上述 朱凤彪 朱中等 还有啊 左副都御使 成廷贵 跟您说 这三家 咱们都有路子能走 哦哦哦哦哦哦 评论爷子 那么一听 这两位副主考 朱凤彪 朱兵部 还有成廷贵 成一使 我还真不得知道 这位百中等啊 我可听说过 哎 我是兄弟 我听说这位百中等 公正连吉 他那你也有路子 能贿赂上 哎嘿嘿 德哥德哥德哥 什么叫贿赂 您看您这话说的 咱们走走门子 不是说您有钱就能花上 是不是 这个事您只知其业 不知其二 要说这位百中等啊 连吉凤彤 是位清天老的人 这话还真没错 但是 咱们呀 不能直接给他送钱 哎 什么事啊 都有门子 哦 这百中等有什么门子 哥哥 这也就是我 哈哈哈哈 哎呀 兄弟 我没有不知道的 这你要问别人啊 他就知道 他也不告诉你 更何况 他们也不知道 哦兄弟 你跟哥哥我说说 这百中等 他有一软肋 哦 什么软肋 我告诉你啊 哥哥 这百中等 他有一仪太太 他可惹不起 老头子最宠 这帮仪太太 他这仪太太呀 娘家姓晋 他有个娘家兄弟 叫晋贤 现在跟您说 这位教老爷 就在百中等府里头 当总管 仗着他姐姐 得呀 百中等的宠 在百中等府里头 是说一不二 那可是红人 您想这次科考 百中等放了个主考 那拖人的 少不了啊 借着这机会 这小子可就放出话来了 叫什么 未朝天子 先拜相 您想 见百中的 您不打他 这关系过行吗 直接 您跟百中的 说都没戏 非得那位仪太太 吹点枕边分 那才管用 谁说得上话呀 就这晋贤 跟他姐姐 说得上话呀 他是他亲兄弟 再有这一次放考 这小子要我说呀 少捞不了 哦 还有这事呢 那是 兄弟 这么一说 你跟这晋贤认的呀 认的 什么叫认的呀 哈哥哥 要管认的 我敢跟您说这个吗 没有金刚钻 不能乱瓷器活 没有三把神杀 我也不敢倒反西齐 我们太熟了 跟您说 吃喝不分 我们素来 交好 这次从天津回北京啊 我还就是为找他办事 我有事要跟他商量 哦哦哦 嗯嗯 平了爷子 听完这话 捏劲点头 好 这还真是条好路 哎 可是 辣签兄弟 我还得问问你 你说这孩子 他笔下不通啊 他哪会写文章 你还别说 他就会背点戏文 这玩意中了举 也没什么意义 还是做不了官啊 辣签说 哎哟 哥哥 您可真够目的 做不了官 中举就能做官啊 当然做不了啊 中了举之后 他自己就是举人老爷 他还不知道发愤读书啊 他也不傻 他又会背戏文 那成出的戏都背下来 背两篇文章 背不下来 三背两背 稍微有点底子 就够用的 敢再来一年 中个进士 这就了不得了 闹个一官半职 改换门庭 跟您说 您这家呀 那就算变了 就是官换门庭了 咱就说 他中不了进士 退一步讲 举人底子 也是正途出身的 那当中的 好处 那便宜的地方 就多了去了 有这么句话 不怕美好事 就怕美好人 什么事 就怕有人啊 在后边 老子们怂恿着 平老爷的 耳根的又软点 就辣签这几句 闲话不再紧要 老头子还真动心了 这才惹出来 一场 大祸 老头子还真有 中组 有你 请不释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